就在11月5日上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了一条消息,神舟20号载人飞船疑似遭到了空间微小碎片的撞击,正在进行影响分析和风险评估。 为了确保三位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原本计划11月5日实施的返回任务不得不推迟。 看到这个新闻,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什么是微小空间碎片? 为什么一个微小的东西能够让航天任务如临大敌? 其实这里的微小两个字,可不能从字面上理解。 我们先来说说空间碎片到底是什么东西。 简单来说,空间碎片就是人类在太空中留下的各种垃圾。 学术一点的说法叫载轨失效人造物体。 这里面有报废的卫星残骸,火箭的碎片,卫星之间碰撞产生的碎块, 甚至还有固体火箭发动机点火时喷出来的氧化铝颗粒。 总之,但凡是人类发射上去,但已经失去作用的东西,全都算空间碎片。 从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开始,到现在快70年了, 人类在太空中留下的垃圾有多少呢? 这个数字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 根据目前的监测数据,大于10厘米的空间碎片, 我们能够追踪到的就有23000多个。 1至10厘米之间的碎片呢,估计有90万个左右。 而那些毫米级的小碎片,数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亿多个。 因此,我们的地球轨道周围就漂浮着这么多太空垃圾。 可能有人就要问了,毫米级的碎片能有多大威胁呢? 因为我们平时被一粒沙子打到也不疼啊。 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碎片有多大,而在于它们跑得有多快。 在太空中,这些碎片的运行速度一般接近第一宇宙速度, 也就是每秒7.9公里,换算一下就是每小时将近3万公里。 这是什么概念呢? 狙击枪子弹的出塘速度也就每秒1000多米, 空间碎片的速度是它的好几倍。 当速度快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质量再小的东西也会变成可怕的武器。 根据科学家的计算,一个只有10克重的空间碎片, 如果以接近第一宇宙速度撞上航天器, 它产生的撞击能量相当于一辆以每小时100公里速度行驶的小汽车撞上去。 10克差不多就是两枚亿元硬币的重量, 但就这么点重量的东西,却能造成汽车撞击的效果, 这确实是挺恐怖的。 而厘米级的碎片就更不得了了, 专家说得很明确, 厘米级的空间碎片就足以让一艘航天器彻底损坏。 因为当一个直径一厘米的碎片就算以每秒10公里的速度撞上飞船, 它产生的动能就相当于一辆小轿车以5、60公里的时速撞上去。 飞船的外壳虽然做了防护, 但面对这种级别的撞击很多时候也是无能为力的, 轻则造成飞船表面损伤,部分功能失效。 重则可能直接导致飞船载轨解体, 更让人头疼的是这些微小碎片实在是太难防范了。 首先,它们数量太多, 90万个厘米级碎片, 一亿多个毫米级碎片密密麻麻地分布在地球轨道上, 想要完全避开它们确实挺难的。 其次,因为它们太小了, 很难做到完美监测。 目前,即便是美国这样空间监测能力最强的国家, 也只能比较全面地监测到10厘米以上的碎片。 那些10厘米以下的, 尤其是厘米级和毫米级的碎片, 基本上就处于看不见躲不开的状态。 那既然看不见我们的航天器, 怎么知道会不会撞上呢? 说实话,大部分时候我们确实不知道。 对于那些能够监测到的大碎片, 地面控制中心会提前计算轨道, 如果发现有碰撞风险, 就会让航天器提前机动, 主动躲避。 像国际空间站平均每年都要进行十几次这样的规避机动。 但对于那些监测不到的小碎片, 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航天器、 自身的防护能力和一点点运气。 这次神舟20号遇到的情况, 很可能就是被一个我们无法提前监测到的微小碎片击中了。 虽然官方说的是疑似, 但这种情况在太空中其实并不罕见。 2022年12月, 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对接的联盟号飞船 就发生过冷却机泄漏, 当时也怀疑是遭到了微小碎片的撞击。 这些看不见的太空杀手时刻威胁着载轨航天器的安全。 那这些碎片都是从哪来的呢? 主要有这么几个来源, 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来源, 就是航天器的爆炸和碰撞, 一次载轨爆炸或者碰撞事件能产生数十万个碎片。 比如2009年美国的一颗商业通信卫星和俄罗斯一颗已经报废的卫星相撞, 这一撞就产生了超过2000个可以被追踪的碎片, 而那些小到无法追踪的碎片更是不计其数。 第二个来源是火箭发射, 固体火箭发动机在点火的时候会喷出氧化铝颗粒, 这些颗粒在太空中冷却凝固后就变成了空间碎片。 第三个来源是航天器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各种脱落物, 比如脱落的油漆片,老化脱落的防护材料等等。 看到这里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 这么多碎片飘在太空中, 那我们的航天活动还能不能继续啊? 这个倒是不用太担心。 虽然空间碎片确实是个严峻的问题, 但人类也在想各种办法来应对。 首先,各国都在加强空间碎片的监测能力, 争取把能看见的都看见。 其次,在发射新的航天器时, 都会选择碎片相对较少的轨道, 并且设计更强的防护结构。 再者,现在发射的卫星在寿命结束后, 都会尽量让它们主动离轨, 要么让它们落回大气层烧毁, 要么把它们送到更高的木地轨道, 避免产生新的碎片。 对于这次神舟20号的情况, 推迟返回任务完全是必要的谨慎措施。 工程团队需要仔细评估撞击对飞船造成的影响, 确认飞船的结构完整性, 密封性以及返回系统是否都正常。 只有把所有风险都排查清楚了, 确保万无一失了, 才会让航天员返回。 这也体现了一切为了航天员安全的原则。 说到这里,我们也应该意识到, 太空虽然浩瀚无银, 但可供利用的禁地轨道资源其实是有限的。 如果人类不加节制地继续制造空间碎片, 总有一天, 这些碎片会多到让人类的航天活动寸步难行。 这不是危言耸听, 科学家们把这种可能性叫做凯斯勒综合症。 当碎片密度达到临界点后, 碰撞会产生更多碎片, 这些新碎片又会引发新的碰撞。 最终形成失控的连锁反应, 让整个禁地轨道变成一个巨大的碎片云。 所以保护太空环境已经不仅仅是技术问题, 更是关系到人类未来能否继续探索和利用太空的大问题。 每一个进行航天活动的国家和组织都应该肩负起责任, 尽量减少空间碎片的产生, 这才是长远之计。 最后,让我们回到神舟二十号这件事, 虽然返回任务推迟了, 但这恰恰说明航天工程团队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相信在经过仔细评估和充分准备后, 三位航天员一定能够平安回家。 而这次事件也再次提醒人类, 在浩瀚的太空中, 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碎片其实一点都不小, 它们需要我们认真对待,谨慎应对。 关于空间碎片, 你了解了吗? 还有什么想法? 欢迎评论区聊聊。